然後就是 程照構造 剛才講過 我們說地球有分層對不對 程照構造 我想知道地球裡面有什麼玩意點 有什麼東東 或什麼方法 方法一 直接挖 直接挖 可是人類挖的範圍有限 我的基準有個18公里 課本上告訴你說 不到20公里 然後地球敗地 6371公里 6371公里 你挖不到20公里 蘋果偷一點點蘋果皮而已 挖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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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挖不到怎麼辦 找別人幫你挖 鹽漿捕獲鹽 鹽漿從地底下噴出來 噴出來 有夾在旁邊的石頭帶出來 你就知道裡面到底有什麼玩意點 靠五或鹽 不過這個也只有百公里而已 百公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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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生怎麼辦 找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隕石 我們相信隕石是地革形成 地露形成的時候留下 就是太陽系形成的時候留下的一些材 一個渣渣 然後會跟地球內部的物質相近 再配合外游一定律等等之類的 我可以相信全靈產生的德性 所以咧 我們就有隕石可以了解 隕石可以了解 但是我們比較重大方法是靠這個 地震波 理化老師有教坡數值跟介質的種類 及狀態有關 跟坡元的證服及頻率不關 我們暑假不習過這件事情 對不對 比較不習過這件事情 那麼如果兩個是不一樣的介質 兩個有不一樣的密度 兩個就會有不一樣的坡數 然後就發生什麼現象 折射 折射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地震波的折射 地震波的折射 我就知道說 這一層跟這一層是不同的層 東西不一樣 密度大概幾比幾 我們就可以猜測出來 所以我就靠這個地震波的去探測 可以了解裡面的情形是如何 這個最主要是靠這個 等一下再說一次 還有一個其他 我剛剛講過 比如說外游移率 定律 外游移率 什麼質量乘積 乘正 你去零方乘班 你然後去帶一帶算一算 然後推測一些有的不的東西 這裡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地震波 剛剛講說地球有分成重點一 為什麼會分成重點二 你怎麼知道有分成 因為地震波 我就靠地震波的探測結果 我就靠地震波的探測結果 把它知道說這個跟這裡不一樣 把它分開來 哪些層就是他講過的 地核 地函 地核 要最外面數到這裡面 要會背 要知道 地核 地寒 地核 好 所以 重點一 為什麼會分成 冷卻的時候 中了層下去 輕的浮起來 重點二 你怎麼知道有分成 地震波的探測結果 它有地震波的探測結果 它有地震波的探測 這句話考了好幾遍 它有什麼知道的 它有地震波知道的 考了好幾遍 考了好幾遍 第二棒知道 重點三 分哪些層 地核 地寒 地核 OK 然後重點是 基本上我再說的是 各種的說明跟 比較 這叫做地球 剛剛我們說這個 固體地球的成狀構造 它為什麼要叫做 固體地球 因為它基本上 絕大部分都是固體 只有 兩個地方 不是 一個叫做 上部地寒的 一小部分 等一下會告訴你 它叫做 軟流圈 可是軟流圈不是液態 軟流圈不是液態 它有些有融 有些沒有融 事實上沒有融的 比有融的還要多 然後但是它又不純然是固體 它會流動 會狗狗的 會動來動去 所以它又不純然像是固體 但是外核就沒有問題 外核就是液態沒有問題 所以除了這兩層不太像固體之外 其它都是固體 所以我要叫做固體地球 叫做固體地球 OK 所以這裡交代了 剛才到現在交代的重點一 為什麼會分層 交代的重點二 你怎麼知道有分層 交代的重點三 到底分做哪些層 然後待會要講的重點四 課程的說明跟比較 這讓各位了解一下 我們地球的成狀構造 重點就是我靠地震波的探測結果 瞭解地球內部分了三層 這是我們的重點 OK